大载弹量远距离航程精确打击 美军B-52轰炸机强势出击北约军演 部署英国费尔福德基地 潜出波罗的海 B-52重回欧洲背后有何战略考量 如果以它为原点起飞飞机的话 那么它可以控制整个中欧 包括东欧的大部分的空域 俄英关系载起波兰 英国或将允许美国部署核弹 新冷战英雲笼罩欧洲上空 美英载起核武牌能否达成危险目的 B-61已经是服役近半个世纪的老兵了 不过这个核弹家族始终没有停下改进的步伐 它也是美国在欧洲部署的主力核武器 俄军苏二次战斗绕飞 迫使美驱逐舰瘫痪离去 苏二骑身空拦截美侦察机 上演贴身肉搏 对峙愈发频繁 北约与俄罗斯空中斗法背后 体现哪些力量博弈 如果不能够实施有效的电子干扰 和电子压制的话 我们看任何的一个军队空中的进攻 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效果也非常不好 俄罗斯新军事学说首提非核遏制概念 弹化对核武依赖 研发高精度武器 提升常规武器战力 俄军打造快反常备型部队之举 能否有效应对北约压力 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 梳理全球军情 解析最新防务 欢迎收看军情直播间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团队的微信 点击活动菜单 参与互动 我是美希 在中国深圳为您直播军情 6月8号北约军刀出击 2015大规模军演拉开帷幕 来自13国的6000多人参加了演习 值得关注的是 刚刚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 三架美军B-52轰炸机也参加了演习 重气出击非同寻常 有评论认为 浙江加深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猜疑 那么此次演习究竟会给欧洲局势 造成怎样的影响 美军B-52轰炸机重回英国 又有何战略考量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北约与俄罗斯频繁上演空中对峙 双方相互斗法是否意味着 新一轮肌肉游戏的上演 美俄舰机对峙日益常态化 俄罗斯又将技术怎样的非和遏制手段 今天卫星连线的是 北京军事评论员宋忠平 以及台北军事评论员齐乐义 马上掌握最新消息 据央视报道 北约大规模军事演习军刀出击 于6月8号在波罗蒂海国家及波兰 拉开帷幕 据悉 此次联合军事演习由立陶宛主办 但也将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 将持续到6月19号结束 来自13个国家的6000多人参加演习 内容包括反潜 防空 拦截可疑船只 两栖登陆等 目的是展示快速重新部署部队的能力 被指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明显 美国战略司令部表示 美军6月5号在欧洲部署的 三架B-52战略轰炸机 也将在波罗蒂海国家海域 波罗蒂海三国和波兰飞行 演习科目包括空中拦截训练 模拟布雷行动 多性弹药投放 以及近距离空中支援 由KZ-135加油机提供空中保障 这不仅可以展示 美国进行远距离打击的能力 还能加强美国与演习参与国的合作 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 这个威慑的意味还是很明显的 威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俄罗斯 因为B-52这个飞机 虽然是老旧了一些 而且生存能力现在看是弱一些 但毕竟它航程员载弹量大 它如果载一些远程的这种 防区外发射的远程的巡航导弹 甚至包括核弹的话 它还是有相当有威慑能力的 按计划 参加此次演习的三架B-52轰炸机 将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 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部署 这些轰炸机和空军官兵 隶属于驻地为北达科他州 麦诺特空军基地的第五轰炸机连队 2014年6月 美国空军也曾派遣三架B-52轰炸机 部署到这个基地 并参与演练 树立公开资料 B-52在英部署期间 通常会在美国欧洲司令部 作战区域内进行训练飞行 并让飞行员在多个关键操作领域 强化技能 熟悉该地区空军基地和作战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 美国空军一直在使用 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 它与关岛安德森基地 印度洋狄格加西亚基地 一道成为美国海外 可以驻扎重型轰炸机的 前沿空军基地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 菲尔福德基地 因作为美军B-52轰炸机 打击伊拉克的起降基地 而声明大噪 不过 这也一度成为英国公民 表达反战呼声的一个重要地点 分析认为 B-52轰炸机作战半径 超过7000公里 此次再度部署英国 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明显 实际上B-52原来在2003年以前 它长时间就部署在英国的 菲尔福德基地 它是806连队 所以它之后撤走了一段 但是现在又回来 回来之后 它也经常会在菲尔福德基地停留 而且英国和美国关系 因为很好 所以它的整个战略轰炸机 也可以在那长时间的驻扎 而且整个B-52的航程 也足够 从英国起飞 也足够威慑中欧或者东欧部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驻扎在英国 还是合适的 而说起B-52的诞生历史 还和前苏联有着些许关系 1954年5月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 查尔斯·泰勒 观看苏联红场阅兵时 发现苏联数百架神秘的 喷气式轰炸机 接连通过红场上空 物件大楼大悲紧张 并认为美苏出现了 事实上的轰炸机差距 随即他们查明 那是苏联最新设计的米亚4野牛战略轰炸机 苏联阅兵后不到一周 美国战略空军第91侦察连 对驻英国费尔夫的空军基地的一架 RB-47E侦察机对苏联展开侦察 事后美国声称带回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而这些情报也成为 美国发展新型战略轰炸机的借口 B-52战略轰炸机 作为苏联野牛的制衡力量 迅速出现在美军序列中 不过美国人没想到的是 B-52的对手纯粹是子虚乌有 苏联野牛轰炸机的确研制出来了 但数量不多 约兵式飞越轰炸时 他们不断变换队形 反复飞过轰炸上空 制造了飞机满天的假象 由于要执行洲际打击和轰炸任务 B-52轰炸机身躯异常庞大 驿展约为56米 长近50米 机高12米左右 武器舱容积为24立方米 公开资料显示 B-52轰炸机可搭载近30吨弹药 冷战期间 绰号同温层堡垒的B-52轰炸机 是美国对苏联空中核威慑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越南战场上 更成为令人恐惧的死亡收割机 1972年美月和谈期间 美军出动大量B-52 对北越进行地毯式轰炸 令北越蒙受了巨大损失 从而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 美军向来有洗腥厌旧的传统 通常来说 战斗机的服役期大概为30年左右 然而时至今日 服役半个多世纪的B-52轰炸机 仍旧宝刀未老 这与其先天具备的优势密不可分 首先 它的作战高度在12000米以上 航程大 能做洲际飞行 可携带核弹 更重要的是 可靠性高 维修相对简单 作为美国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的 主要机种之一 B-52H目前与B-1B和B-2 共同组成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机队 一直以来 B-52都充当着威慑及干预先锋的重要角色 一旦美国最高当局 认为某地区存在不稳定因素 威胁到了所谓的国家利益 B-52轰炸机就会奔赴前沿基地 展示实力 作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主力 美国空军计划 让B-52服役至2050年 使其服役时间接近一个时机 远远超过了其他战机 30年左右的服役期 请教一下宋先生 B-52轰炸机 受美军青睐多年 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除了威慑及干预先锋的角色之外 他在美军作战体系当中 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的主持人 我们知道B-52确实是老当义壮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不断地在服役 但是呢 B-52它确实也分很多型号 从ABC一直到现在的H型号 它实际上在研制的过程中 就已经历时了30年 所以现在的B-52H是在上世纪80年代研制的最新型的B-52战机 所以它的性能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使用 再加之B-52在整个的研制的计划过程中 不断地强调何尝兼备 之前的B-52是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里面的空机的基石 那么后来呢 在常规战争中 B-52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包括在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以及科索沃战争 我们都能够见到B-52的身影 再加之除了B-52战机平台本身之外的话 B-52本身所携带的武器装备也不断地在提升 尤其是防区外打击的武器装备和B-52结合 将会让B-52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知道B-52实际上它所面对的对手 相对来说军事实力不是太强 比如伊拉克 阿富汗等等这些国家 所以B-52才能够用一些常规的手段 对目标进行打击 加之对方的制空权 以及其他的制电磁权都在美国一方 所以的话 B-52才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各种军事行动 再加之 未来的防区外武器系统大量的装备B-52H 就会让这款战机能够有更强的一个服役周期 当然B-52未来将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在核领域以及常规领域 这主要要看对手是谁 如果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 B-52还将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日前 美国放言要在英国部署核导弹的消息 引发舆论哗然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 因此 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祭出核武牌强硬回应 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也表示 英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加剧 愿重新在境内部署美国核导弹 不少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举表示担忧 因为这一切都带着冷战的气息 尽管现在俄罗斯跟西方之间的这个关系 处在一个非常的紧张的状态 但是跟冷战时期相比 还并不存在一个爆发核大战的一种可能性 双方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特别是要在这方面花很多的钱 而且也会引起国内很多的这个议论和猜测 考虑到诸种这个因素的话 恐怕英国现在恢复陆基导弹 这一种可能性并不大 有资料显示 英国在1958年到1992年间 曾经根据英美相关条约 允许美国在英国本土部署战术核武器 这些武器包括核炮弹 核地雷 核深水炸弹 核炸弹 以及可以使用核武器的轰炸机 上世纪80年代 美国空军的陆基和巡航导弹也部署在英国 不过随后这些导弹根据中导条约被废弃 冷战期间 美国就在欧洲部署超过7000枚核弹 苏联解体后 美国宣布除了大约1400枚空机核导弹外 美国将在全世界撤出其所有陆基和海基战术核武器 2000年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授权国防部在英国拉肯西斯基地 部署110枚空射B-61核导弹 作为在欧洲部署总计480枚核导弹计划的一部分 说到美国在欧洲全弹的核弹 就不得不提B-61核航空炸弹 B-61已经是服役近半个世纪的老兵了 不过这个核弹家族始终没有停下改进的步伐 它也是美国在欧洲部署的主力核武器 作为核炸弹 B-61的射程虽然不及导弹核武器 却有体积小 机动性好的特点 而且精度也较高 B-61它的身长是3.58米 直径约33厘米 在重量方面 最早的基本型B-61E仅为322.7公斤 而最重的钻地型B-6111则有540公斤 由于B-61体积小 重量轻 所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大部分战机都能挂载 而为了让B-61在未来继续服役 美国出手阔气 投入约110亿美元对400枚B-61进行了严寿计划 将其命名为B-61-12 按照美国国家核安全局的构想的 B-61-12是基于B-61-4的设计 并且将B-61-3 7和10的特点 相融合的几大成者 除了更现代化 对于美国空军来说 他们希望看到更精准的B-61型核弹 那由于核炸弹威力巨大 又是自由落体炸弹 下落速度很快 因此在B-61-10之前的个型都采用降落伞进行减速 使载机有足够的时间飞离核爆区域 但是降落伞却会使炸弹在风中发生飘移 进而影响精准度 那后来的B-61-11虽然是取消了降落伞 改为造型独特的空气动力尾翼和自旋火箭发动机控制 并且换装了制导系统 可是40米的命运进度 还是不能令美军满意 于是在发展B-61-12的时候 美国空军找来了波音公司 研制可修正航迹的新型制导尾翼套件 那么经验老道的波音公司 所谓即将捷达母卫星制导炸弹的技术 应用到了B-61-12上 研制出了新的制导尾翼套件 从而将B-61-12核弹的精度 提高到了30米以内 另一方面B-61-12 沿用了B-61-11的自旋火箭发动机 配合全新的制导尾翼套件 能够在空中进行滑翔 而不像普通的炸弹那样自由下落 因而射程有了较大的提高 具备了有限的防区外打击能力 B-61-12的核弹头 爆炸当量是有四种 分别是300吨 5000吨 1万吨和5万吨 可根据不同的战术需要 直接在载机上灵活地调节 这使得它的打击目标类型 也是趋于多样化 特别是对地下目标的影响是最大的 摧毁一个地下目标 一般需要地面爆炸 并且产生巨大的 飞机波造成较大的弹坑 利用弹坑效应摧毁地下坚固公式 B-61-12核弹最大的当量 是约5万吨 再加上精度大幅提高了 其实际打击威力相当于 36万吨当量的B-617战略型核弹 正是由于B-61-12显著提高了 命中精度 用低当量的核弹头 即可摧毁目标 因此外界担心 由于降低了使用的门槛 它很可能轻易地用于 未来的冲突 这也与美国和北约 降低核武器作用的目标 相互矛盾 说服俄罗斯减少战术核武器的努力 更是难上去 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条约 共有约180枚战术型B-61 部署在比利时 德国 荷兰 意大利 土耳其等国 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德国 这些核弹放置于 所在国空军基地的 拱形加固机堡内 用来投掷它们的舰载机 是F-16和狂风战斗机 近日美国指责俄罗斯 违反了中岛条约 声称要在英国部署核弹 而我们也注意到 英国本身就有核武器 那么美国此举 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这对于俄罗斯来讲 有多大的威胁呢 齐先生 中岛条约签计是很重要的 在冷战期间确实舒缓了 美国跟俄国的战略紧张关系 如果这个东西双方打破的话 肯定有新一波的军备竞赛 现在重点就是 放到英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核武 英国本来就有 但是英国的核武有一个特色 它的载台 它的投射的方式 主要是放在战略核潜艇 三叉式的战略核潜艇 陆基没有 空基都没有 是海基的 所以我们判断 我们判断 美国如果真的 要在英国部署 所谓的核武的话 最有可能就是空基 马上就可以做B-52 马上就可以做 因为B-52是核长兼备 它就可以配置 小当量的核武 跟大当量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美国如果要进来的话 应该是空基型的 而且空基型的时候 比较简单 进退很快 很方便 马上可以来 马上可以走 不像陆基的系统 你还拆还不能拆 那如果说是这样 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战略安全 当然有影响 但是不要忘了 俄罗斯也是强大的核武国家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 我觉得是没有赢家 因为双方都可以 保证相互摧毁 不一定只对俄罗斯有威胁 对美国 乃至于对欧洲 都是有威胁的 B-61核航空炸弹 是美军研制生产的 一种多用途航弹 即将迎来新一代的B-61-12型 据称B-61-12核弹 具备打破现有核军事能力 相比此前的其他型号 B-61-12核弹 它的威力有多大的提升呢 未来它可能进行 怎样的部署呢 宋先生 从这个型号本身来看的话 它的性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它不仅仅能够执行战略核轰炸 也能够执行战术核打击 也就是它是双重任务的核弹 那么至于这款核弹究竟会部署在哪 其实我们知道B-61-12它的重量并不太重 大概只有330公斤 这样一个重量可以说很多载机平台都能够搭载 你像英国的狂风战机 包括它们的台风战机 以及美国的F-15 F-16战机 都是可以搭载B-61-12航弹的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现在美国不断的在升级F-35战机的软件系统 希望它在未来能够搭载B-61-12航弹 这表明这种战术战略的航弹 未来将会在美国的空军 包括盟国的空军以及北约将会成为部署的常态 换句话来讲 在欧洲部署这款核航弹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 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团队的微信 点击活动菜单 参与互动 除了在欧洲重新部署B-52战略轰炸机 美军去年来连同其他北约国家 不断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军事试探 仅5月30号这一天 美俄之间就发生了两起对峙事件 北约国家与俄罗斯摩擦不断互有试探 双方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 那么面对北约舰机的逼近 俄罗斯有何应对之策 俄罗斯战机加大巡逻范围 又能给北约国家带来多大的威慑 日前俄罗斯微信网 援引科特米亚军事部门的消息称 5月30号 俄联邦黑海舰队一架苏尔四强击机 迫使美国海军罗斯号驱逐舰 离开黑海东部中立水域 俄罗斯媒体消息称 罗斯号在从诺马尼亚港口 康斯坦查出海后 就驶向俄罗斯水域 必有挑拨性和侵略性的行为 因此俄方强击机苏尔四 根据指令向美方舰上人员表示 已经准备好以强硬手段 制止其侵犯边境的行为 罗斯号才紧急改变方向 并向黑海东部中立海域驶去 根据美国军方发布的画面显示 当时罗斯号正在距离 克里米亚25海里的国际海域内 一架俄罗斯苏尔四战机 从远处迎面飞来 在接近美国驱逐舰的位置时 迅速向右折回 俄罗斯战机距离罗斯号驱逐舰 最近只有500米左右 飞行高度约200米 不过并未搭载武器 我觉得如果它是这个 说这个有这种挑衅性的行为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更多的 不是说人员 或者是比如说 发出什么语音的这种 或者是用旗语 发出什么这种挑衅性的动作 可能是它在武器上 或者是在探测设备上 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它那个武器那个炮口 本来炮口应该一直冲前 如果你有附近有 比如俄罗斯船只 它有可能把炮口调过来 把炮口冲着俄罗斯的军舰 这就是一个很不好 友好的一个行为 苏尔四是苏联苏货伊设计局设计的 双座双发多用途攻击轰炸机 除了携带传统的空对地导弹武器等装备 它还可以携带小型战术核武器 进行纵身打击 苏尔四大量装备 俄罗斯空军和海军 在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中 都曾经使用过 据资料显示 苏尔四服役后的第一次实战 就是对一艘军舰进行攻击 1975年11月9号 部署在波罗的海舰队 承担反潜任务的警惕号护卫舰 舰上的正位瓦兰里萨布林少校 率领部分官兵在舰上划遍 抗议伯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 当伯列日涅夫得知叛乱的时候 他立刻下令击沉该舰 于是空军出动一架苏尔四 将警惕号击伤 瘫痪在海上 事实上上月底的驱逐舰事件 已经不是苏尔四第一次 成功驱赶美国驱逐舰了 据俄罗斯之声网站的报道 去年4月10号 俄罗斯装载最先进电子对抗系统的苏尔四 就曾将美国部署在黑海 且拥有宙斯顿系统的 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瘫痪 报道称 当时装备有战斧巡航导弹的 唐纳德库克号驶入黑海中立区水域 准备与罗马尼亚海军举行联合演习 向俄罗斯展示实力 作为回应 俄罗斯不仅用 暗机棱保导弹系统锁定这艘驱逐舰 还派出未携带武器的苏尔四战机 在美国驱逐舰附近绕飞 当时 宙斯顿系统从空中锁定了战机 并拉起战斗警报 但是突然间 所有雷达屏幕都按了下来 宙斯顿系统失灵了 导弹不能获得目标指示 而苏尔四却在驱逐舰甲板上轰飞行 做出战斗绕飞动作 并模拟导弹 对目标进行了攻击 然后又转了一圈 如此进行了12次 唐纳德国驱逐舰最后只能放弃任务 据悉 事后美军舰上有24名美军水兵 因感到羞辱而递交了辞职报告 苏尔四实际上 它这个飞机 它是一个战斗轰炸机 它战斗轰炸机 在上个世纪 大概六七十年代 它的主要作用 应该就是对地对海攻击 所以它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对地对海攻击能力 是它的一个强项 因此它带的一些武器 比如说反舰导弹 比如说对地攻击的一些导弹 那么对整个军舰来说 都是具有强大破坏能力的 除了禁机对峙 双方战机的空中角力 也频繁上演 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称 同样是在5月30号 一架俄罗斯苏-27战机 在黑海上空 对一架美军RC-135侦察机 进行了空中拦截 双方事件的距离一度仅为三米 巧合的是 当天美俄海军官员 正在意大利纳布勒斯 举行年度会议 不过这一系列对峙行动 显然成为美俄 兼军事紧张关系加剧的新信号 实际上 从去年年终开始 为了争夺制空权 北约国家就在俄罗斯西边 增派战机 美国《新条奇报》 去年5月2号报道称 驻美国空军派去的 10架F-15C英式战斗机 英国波兰和丹麦三国空军 也派出12架战机 承担起波罗的海三国的 空防巡逻任务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 与俄西部接壤 尤其离俄重镇圣彼得堡非常近 因此北约空军的出现 对俄构成较大威胁 同时 加拿大也按照北约要求 派遣6架FA-18大黄蜂战斗机 进驻罗马尼亚 分析称 北约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方向 调派的战机 更凸显出制空能力 F-15C是目前美国驻欧空军 最先进的空中优势战机 能在E3预警机的指挥下 对敌方目标实施超视距攻击 此外 英美战机还配备有反辐射导弹 可对防空系统进行压制 俄国防杂志总编辑 伊格尔·克罗特·清科指出 俄罗斯不可能对其邻国 军事化置之不理 他说 五角大楼重持冷战事件 通过设立新的 和保持原有的军事基地 来推行前哨军事存在 对于北约战机的逼近 俄罗斯不甘示弱 大规模空中演习也轮番上阵 此前俄观点报称 俄西部军区在列宁格勒州 特维尔州 以及靠近芬兰边境的 卡雷利阿共和国举行演习 包括苏34 苏27 及米格31等 40多架战机参演 参演飞行员在电子干扰 和防空压制下 完成预定任务 观察指出 俄罗斯和北约的空中斗法 并不止于此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猫鼠游戏 似乎已经正在重新上演 去年10月中旬 俄方突然宣布 将全球派出战略轰炸机 进行例行巡逻 将巡逻范围拓展至加勒比海 和墨西哥湾 对此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解释是 抗议1000次1万次 也不如战略轰炸机的翅膀 煽动一次 北约方面称 在去年 北约战机出动拦截俄罗斯战机 已经超过100次 仅在10月30号这一天 就先后有8个欧洲国家参与拦截了 俄罗斯4P4 至少19架战机 拦截行动遍及波罗的海 北海 黑海 和大西洋上空 有外媒制作了一张详细图标 盘点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 俄罗斯空军飞机对北约国家的 试探行动和北约的拦截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 俄罗斯战机的活动范围 已经大幅扩展 尤其是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的 巡逻范围 已经延伸到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域 英国每日快报称 俄军两架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 今年1月28号 在英杰利海峡上空飞行 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 紧急起飞拦截 值得指出的是 这次两架俄轰炸机罕见的携带 有至少一枚 可由于摧毁英国前卫级 战略核潜艇的核导弹 英方认为 这是迄今在英国领空附近 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事件 分析指出 如今不仅在英国 整个北约已经感受到 俄罗斯的空中压力 目前美国正在调整 其在欧洲驻军的部署情况 美国防部证实 美军将从2020年起 在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 部署两个F35战斗机中队 未来几年 美军计划调整15处 欧洲基地的军力部署 除驻英美军人数削减外 驻葡萄牙美军也将减少500人 而驻德国和意大利的美军人数 将有所增加 调整后 诸欧美军人数将在6.7万人的基础上 削减1200人 2007年8月 俄罗斯宣布 恢复中断15年的 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巡航 以应对本国面临的安全威胁 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 俄战机在巡航过程当中 一大任务就是试探北约的拦截情况 请教一下宋先生 您是如何来分析 近年来俄罗斯战机巡航区域的变化 这一点表明 普京已经希望把自己的空军 还是按照战略空军的目标 进行打造 这样的话 无论是太平洋 无论是大西洋 都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尤其是空击核力量巡航的场所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的话 俄罗斯明显感觉到 来自于美国北约 以及欧洲某些国家的压力 所以的话 将图95不断的在这些国家范围内巡航 这本身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 图95这款飞机尽管比较老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可能要想对美国的本土构成威胁比较难 加之美国在整个北美防空识别区 画了一个很大的防空识别圈 所以的话 图95对美国自身的威胁相对来说要低得多 但是图95对美国的盟国 也就是北约某些成员国 包括丹麦等等这些国家构成的威胁就比较大 当然图95这种巡航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 是为了在欧洲内部形成一种对美国的抗议 希望美国不要把欧洲当成是战场 因为图95尽管老 但是对欧洲构成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欧洲跟美国走在一起 将会让欧洲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 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 是苏联模仿二战时迫降于苏联的美军B-29而来 从1956年服役至今已经有59年的历史了 曾经被称为没落的贵族 请教一下齐先生 俄罗斯方面为何仍旧派出图95进行远距离的巡航 而不是用性能更先进的图22图160呢 虽然这个战略机已经59年了 一夹子了 这么老的飞机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用呢 因为它仍然可以扮演战略威慑的角色 你别看它老 它那四具发动机非常powerful 很够力 你看它最大的航程可以到15000耶 这跟B-52最大航程16000也相差不多了 可见它的动力非常的强 而且它的维修也比较方便 它只是噪音比较大而已 你别看它 它速度也不慢 它一个小时可以到900公里 乃至于1000公里 所以它可以担任战略威慑的角色 第二个T-95虽然老飞机 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特点 跟B-52不一样 它是一个通用性的平台 就是不仅是战略宏达机 它可以运用运输机 也可以作为侦察机使用 你比如说它最近曾经 最近的时候 它曾经有逼过 逼近过关岛 甚至于还到过加拿大的北部 去测试一下北美防空司令部 它的防空识别区 上面做一些勤收 所以它非常管用 那您说为什么不跟图22跟图160 是因为上面有一些战略上的分工 平常的一些的巡逻 战略的巡逻的话 用它就可以了 那新的好的现代的战略宏达机 当然是用在刀口上 平常不轻易出来的 所以有一个高低配 跟战略分工的问题 根据美军在欧洲的战力调整计划 美军将于2022年美人 在英国部署两个F-35中队 请教一下宋先生 两个中队的F-35 有着怎样的战力呢 部署在这里 可对俄罗斯构成多大的空中威胁 我们知道F-35战机确实要在英国部署 两个中队大概就是40架左右 这样一种飞机如果在欧洲首先部署的话 确实会对欧洲的空中战力的平衡 带来一定的影响 包括对俄罗斯的战略巡航 也会带来莫大的影响 因为F-35战机 它毕竟是第四代战机 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 另外图防能力也比较强 如果这种战机在欧洲部署的话 将会让俄罗斯的空防系统 包括俄罗斯在欧洲的一些利益点 可能会受到F-35战机的袭扰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F-35战机 现在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术打击的战机 它更多的也是一个核弹头的载机 换句话来讲的话 B-61-12航弹 一旦真正的列装的话 F-35战机是可以携带这种航弹 也就会让F-35战机成为 何尝兼备的打击平台 这样的话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就比较大 毕竟如果F-35能够以隐身突防的方式 进入到某一个核心的区域 再发射这种航弹 再加之其他的防区外攻击的武器系统 将会让俄罗斯的空防系统 遭受到莫大的压力 尽管美俄近来分别出动战略轰炸机 互相威慑 不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竞赛的过往 历史都提醒着人们 核战争一旦开启 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俄罗斯的新军事学说 也亮出了非核遏制的理论 试图弹化对核武器的依赖 除了调整部队编制 俄军更强调高精度武器的研发 以及常规打击武器战力提升 在非核的前提下保持军事威慑力 这能否更有效地应对 来自北约的军事压力呢 俄军建设快反常备型军队的改革之途 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这是俄罗斯的新地道 位于北极圈内 周年积雪 气候寒冷 燃烟稀少 冷战时期 这个往昔只有北极修河海 欧光顾的荒凉岛屿 因为苏联的核试验 而一下子热闹起来 1954年7月被保密起舰 苏联将这一工程定名为700工程 而新地道核试验厂 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唯一是1961年10月30号 当时一架特别改装的图95V战略轰炸机 成功试验了5000万吨级的核弹之王 这枚被研制力员称为 1万的超级氢弹 重达26吨 因为这颗炸弹太大了 以至于庞大的远程轰炸机弹舱 也无法容下它 只能改装后换了监护响 超级氢弹在距离新地道地面的 4.5公里高空爆炸 孤舟5以最快的速度 在氢弹爆炸前飞出了250公里 火球翻滚 模糊银升腾 高达80公里 三波强烈的冲击波汹涌而来 地动山摇 岛上三米多后 直径为15到20公里的冰层被融化 留下一个超级大坑 试验厂内所有的建筑 坦克汽车以及武器装备 全部荡然无存 半个世纪过去 当年致力于用核弹摧毁 帝国主义堡垒的图95战略轰炸机 已经悄然转身 开始更多地担负起常规打击任务 有分析指 俄远航兵历来所举行的大规模演习 都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出 俄领导人的宣传风筝 从2014年4月18号到21号 所举行的演习中 也能看出些许端倪 那次演习中 图95MC和图160轰炸机 在一台演习场 是设设了装有常规弹头的 最新式巡航导弹 另外俄第37空军集团军的 四架图22M3轰炸机 也用形式导弹 轰炸了假想定机场 这说明俄战略远航兵的轰炸机 已经具备飞核精确打击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图95MC和图160 当初是作为核突袭兵器射击的 直装没有战略核武器 无法携带精确制导武器 执行常规轰炸令物 经过经济能的打击 俄空军的图22M3 图95MC和图160型战略轰炸机 均可携带常规巡航导弹 或电视制导炸弹 据称俄空军还计划 以图25MCV核心 组进一个执行常规 精确轰炸的飞核二支团 用精确制导武器 对点状目标 高风险 高价值目标 实施战速打击 战略轰炸机在冷战这些年以后 随着一个是形式的变化 还有一个是技术的进步 这些年其实它的 主要的最新作战任务 除了过去大家所理解的 携带核导弹以外 现在也开始携带 这个常规作战武器 可能将来还会搞一套图5-160 都会在携带常规武器地方 主要是精确制导的 常规武器地方 也会做出一个努力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空军 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的 一个调整 俄罗斯战略轰炸机 反映出的作战思维变化 与俄罗斯新版军事学说 非核遏制概念不谋而合 2014年12月19号 俄罗斯新版军事学说 将北约列为头号威胁 并首次提出 非核遏制概念 即国家在不动用 核武器的条件下 依靠常规武器的战备能力 也能达到预防 和制止军事冲突的目的 战略核力量 一直是俄罗斯手上的 一张军事王牌 但庞大的核武库 并没能有效遏制 像俄阁冲突和车臣战争 的武装冲突 海湾战争以后 特别是近年来 国际军事斗争的新现实 使俄罗斯认识到 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 事实上 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就开始进行 高超声速打击计划的研究 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以一小时打击圈 和两小时打变全球 为代表的 信息武器发展计划 极大的提高了 美国的非核威慑与打击能力 一定程度上 使俄罗斯战略遏制体系 面临失效的威胁 分析指 俄罗斯在面临 严峻威胁的形势下 强调非核威慑战略 或许是迫于美国 不断加强的 非核威慑能力 早在2013年12月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召开的有关准备发展 远程高精度武器会议上 就曾指出 俄需强化高精度武器开发 以增强非核威慑 普京还曾称 我们已经在向部队 装备这种武器 但工作应该 给予额外的推动力 2014年被称作 建设新式武装力量 决定性的一年 陆 海 空 天 各军兵种 现代化改造同时推进 而2015年 俄军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完成 未来十年国家武器 订购计划的制定工作 这个计划预计花费 30万亿卢布 约合3.3万亿人民币 在上月举行的红场阅兵中 俄罗斯展示了不少 令北约感到担心的常规武器 从军事对抗和政治角度来看 颇有深意 如伊斯坎德尔弹的导弹 射程400千米 能携带700千克战斗布 如部署在加里宁格勒 可对北约许多目标构成威胁 新型虎式装甲车 适应各种地形 甚至能涉水越野 防护能力极强 而包括苏33在内的侧位家族 基本结构有很强的灵活性 始于升级 除了更新装备 进行飞和乐制 普京再次之争后 还明确建设 快反常备型军队的改革方向 从2008年开始 俄军对部队编制 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 向陆军由过去的军区集团军 施团指挥模式 改为军区集团军旅营的模式 这是要向快反多兵种 和乘坐战体系转变的迹象 就在上个月25号 俄国防部长绍一谷宣布 对中央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 进行持续四昼夜的 突击战备检查 当前俄军的大规模 突击性战备检查 不事先通知 不做预案 检查内容包括 飞机快速反应 远程兵力投送 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技术 实弹射击 后勤保障能力等 空中和铁路投送兵力 最大距离分别可达 7000公里和4000公里 正因为检查极具突然性 才能够真实反应部队的 战备状态和训练水平 其实在苏联时期 部队大规模突击检查 就曾是苏军保持战力 应对北约军事压力的法宝 不过苏联解体后 俄军陷入混乱状态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突然爆发时 俄军上下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当时俄军开底前线的部队 几乎没有一支是满员的 不知道叛军的战力 坦克普遍没有加强爆炸反应装甲 所以俄军在攻打格鲁兹尼时 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到了2008年 互乱状态还是存在 当格鲁吉亚突然袭击阿布哈兹时 俄军驻高加索地区的地面部队 反应迅速 在格军立足未稳之时 果断反击 奠定胜局 但相比之下 俄罗斯空军表现堪忧 空袭时未能压制 格鲁吉亚的地面防空系统 被击落数架苏25攻击机 和一架图22M3逆火轰炸机 2013年7月13号凌晨 东部军区所属太平洋舰队 中央和东部军区所属陆军集团军 军区空军和中央直属 战略空军部队等近16万人 1000辆坦克和装甲车 130架飞机和70艘舰艇 接受了突击性战备检查 地面部队在两天内机动到位 一些陆军部队奔袭3000公里 空降兵搭载远程密书机 跨越了大部分额领土 陆军和海军陆战部队 海运至萨哈领导 而此次战备检查的命令 是普京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 突然下达给哨一鼓的 事前没有任何征兆 指挥员收到命令后 才得知检查内容 从过去这几年来看 应该说各个部队 在这一方面的训练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比如说像克里米亚危机期间 俄罗斯的军队的这样一种 大规模的调动 包括在乌东区地区 在这样一种冲突中间 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能够随时地进行调动 这个中间应该也反映出来 俄罗斯军事改革 包括加强军队建设 这方面所取得的一定的成绩 今年以来 俄军分别在3月和5月 进行了大规模突击性战备检查 作为检验战备状态 训练水平 军兵总监协同能力的主要手段 俄军目前已经将大规模 突击性战备检查常态化 请讲一下齐先生 为什么俄罗斯进行 战备突击检查 愈发频繁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俄军的哪些新的变化 静音就是乌克兰的危机 另外还有两个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 俄罗斯军事现代化的要求之必然 因为在2013年的2月 俄罗斯国防部就已经公布了 新的现代化的计划 其中一个是武器台湾 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日程 它这上面有 我们可以看到 2015年 新式的武器装备 要占到部队的30% 有这样的比例 2020年要占到70% 有些部队甚至要占到100% 所以你想想看 从今年开始 相当新式武器装备 已经配处在一些部队里面 而且这些部队 有些部队已经进入战斗值班 所以如何协同 谋合是绝对需要的 就靠什么呢 就靠这个突击检查 来强化他们之间的这种谋合 另外一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最近 俄罗斯提出了一个 混合型战争的这样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 当然强调很多是非军事手段 但是有一点 它对现代战争的特点 有一个新的认识 俄罗斯认为 现在的战争 突然性非常的高 所以战时跟平时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军队快速反应的能力 要远远大过大规模的动员 却快反就变得很重要 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是指可在发射后 一到两小时内 对全球任意位置的目标 实施常规精确打击的武器系统 俄罗斯此前提出 建设自己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 是在战略战术层面 对美国常规快速 全球打击计划的一种反击呢 宋先生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因为美国搞了一个 一小时全球打变工具 那么俄罗斯也应该 有针对性的打击工具 来应对美国的挑战 现在美国不仅仅打造了 全球打击工具 一小时之内要实现全球的打击 另外呢 也打造了全球的反导体系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要有两个目标 第一呢 就是我要通过 我的一小时全球打变工具 来刺破你的反导的盾牌 让你的全球反导体系 陷入是一种瘫痪的状态 无用的状态 这是俄罗斯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第二个呢 就是俄罗斯打造自己的 一小时全球打变工具 让自己能够有先发制人 或者说能够有优势的打击能力 对美国产生战略 以及战术上的威慑 让美国不敢轻易对俄罗斯动手 也不敢轻易对美国的盟国 来纵容对俄罗斯动手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但是呢 从俄罗斯的一小时全球打变工具 本身来看的话 它确实是在研发 但是它研发的这种数量范围 相对来说比美国要少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俄罗斯目前所解决的 主要是一种型号 不像美国 相对来说型号比较多 但只要我有了这种能力 我对美国的这种遏制能力 就会大大的提升 这也是俄罗斯一小时 打变全球工具的一个特点 毕竟自己的军费 相对来说比美国要少得多 所以只可能研制一些杀手间武器 上演垂直爬升 性能媲美战机 波音787梦想客机 亮相巴黎航展 重达250多吨的大家伙 为什么能够实现 90度垂直起飞呢 大量使用复合材料 波音787又被称为塑料飞机 未来会否从民用走向军用 进行直播间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度力更高效 更节能 更敏锐 新大气SUV ECO HYPER 全新上市 全车系五年 获十万公里免费保养 LUCTION 来 今天我请客 我要KG凉茶 我要花起零 我要花点下 我要雪顶咖啡 现在全线冰饮和冰淇淋 第二份只要半价 我都花了 再一份 全线冰饮和冰淇淋 第二份半价 装得下自己 更装得下世界 2015款科帕奇 美式大SUV 装下所有 全新登场 雪佛兰 热爱我的热爱 炫麦烤香糖 今天挑战是 一边叫炫麦 一边骑单车 先叫它美味到彩阳亭哦 我还味道 听不懂 刚上听不下 炫麦烤香糖 美味之酒 酒到离谱 加多宝 加多宝 汇出金罐 跨上火 喝金罐 加多宝 普通洗面奶 喜欢混紧风 还不快用 全网销量爆款 尼维亚男士 控油不紧风 含末角枣精华 舒润洁面 温和控油不紧风 尼维亚男士 卖出你的第一步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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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师傅绿茶含有茶多酚 绿洞健康走起来 康师傅绿茶 绿洞健康好心情 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二线人物红秀柱 靠什么在大老林立的国民党内杀出重围 震撼发生力推两岸和平协定 红秀柱的两岸牌 是否将逼迫蔡英文做出及时应对 明晚9点20播出 如果我做一点点事情都不行吗 别搞了 不要再冲我话 一对有矛盾的明星夫妻 能否带来一场完美婚礼 本周日晚十点 深圳卫视千奇之星 让我们和陈龙一起加油吧 新郎 本节目由千奇之星 携手周大金珠宝冠名播出 挑战再多压力再大 我都轻松在握 投油从不担心 海菲斯去油系列 长效去蟹 更深层去油 去蟹又去油 当然由我领头 去蟹实力派海菲斯 在你眼中 我们更懂运动 其实看不见的运动 每天都在进行 来瓶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均咬胃动力 好想接近他 哦 你愿意 爸爸辛苦了 我们一起喝旺仔牛奶 挑战再多 压力再大 我都轻松在握 投油从不担心 海菲斯去油系列 长效去蟹 更深层去油 去蟹又去油 当然由我领头 去蟹实力派海菲斯 这个夏天亮了 麦当劳全线饮品 第二杯半价 一杯冰爽气泡 再一杯清新滋味 一起痛快干杯 爽心一下 康师傅优越 层层滤镜 让我安心 这才是我要的 优质好水 一起喝好水 做好事 康师傅优越 优水越人心 雅师傅优越人心 加成基地原生力 将浓浓原生复活精粹 融会凝聚成突破性水光机面膜 深测 深透 深复活 原生水光机面膜 雅师傅优越 熬夜加班 累了困了 喝冬鹏特饮 不管他怎么爱美 我都能给他更好的保护 滴露有效杀菌 温和不刺激 随时随地 智力守护健康 滴露消毒液 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激发胀能量 乐虎CBA连赛官方制定功能饮料 喝乐虎激发胀能量 和其症 大罐更尽兴 大罐凉茶和其症 一起六时尚 时尚新配置 时尚新动力 U6SUV EcoHyper时尚登场 LUXU 是星期分享 康师傅绿茶 含有茶多分 绿洞健康走起来 康师傅绿茶 如果您进行打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董 启点赞 词 咱们 做 启点赞 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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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